開場 然後主持是大包老師 然後但是 因為他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 其實我們今天的講者有三位 除了大家就是慕名而來 想聽想看的三老師之外 其實主要在校園當中 他的同事們 或是在校園當中 就是來進行推動 我們講性別教育 或者是輔導的部分 其實今天還有另外兩位講者 也是老師 有些跟我們來做一些的分享 感覺上今天自我介紹好神奇喔 除了人比較多之外 好像大家都平常都不做自己是嗎 我真的看到這個老師就覺得 老師你好勇敢 你好做自己 然後大家可以說 我想要從那邊得到一些能量 然後本來以前那個十秒鐘 自我介紹好像大家都講 就是會比較害羞一點點 然後也在斟酌 說到底要怎樣開始 但是其實聽到很多 尤其是年輕同學的那個心聲 那校園到底是給支持的 還是給框架 就是我們是自己也不夠認識 比較矮反的 剛剛那樣講 我覺得我要回去反省一下 就是我們上課都知道是怎麼樣 OK 我覺得還是要多留一點時間 給鄭老師 竟然他今天到這邊來 不過我覺得 有一些東西 我還可以也是在 聽鄭老師的分享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試著想一下 就是 今天我們跟鄭老師就是 是慕名而來嘛 但如果說 我小時候不會跳太快 如果說 你家裡的爸爸 他有天跟你講說 就是其實 我今天不想要當爸爸這個角色 我想要做自己 那你可不可以也是向你 今天看到鄭老師 老師你好棒 老闆你好棒 我鼓勵你做自己 或是你的 哪天好哪天跟你講說 就是 不好意思 其實我覺得 我真的想要做我自己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 建議大家這樣針對我 或者是 當你今天心中有一個聲音 在問自己說 我到底今天做的事情 是不是我自己開心的 還是 我得要 在大家的期待當中裡面 去 去 過生活 我想要從大家的自我介紹裡面 那個 那個拉扯力是一直在的 那包括 其實在 大家都說從媒體上 看到很多的報導 那其實 一天 友善的報導 大家都知道現在媒體的生態 怎麼樣能夠引發 大家這麼多溫暖的共鳴 我覺得也很不容易 其實 那個鄭老師 其實在這裡面 他們也 也 心中其實有一些糾葛 我覺得 等一下其實他們談一下 那個心路的進程 然後還回到其實剛剛同學 都有點到 校園當中裡面 到底是 怎麼樣的一個實際的狀況 然後還有校園直接說 那個 這等一下就直接 當老師直接來去講 這樣 那我就把麥克風直接 先給參考一下好不好 剛剛有同學提到 因為看到報導 大家都覺得 怎麼有可能 那麼美好 反正好像一個 烏托邦一樣 然後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 先請你們行政的人 來講一講 那個到底是不是真的 還是虛幻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我本來不想 我跟下面有兩位女老師 一樣不想講自己是什麼學校 可是因為我本來想說 我是很大的一個學生 但是因為這裡會涉及到 我怎麼去跟媒體 對應這件事情 這樣 那我就大概簡單講一下 那 那個 實際上 因為 原期今天我才剛跟一個 同事稍微婉轉的說 就是說 因為其實 我們校園有另外一個聲音 但是我覺得 他其實是一個 保守的聲音 因為他一直說 學校在炒作這件事情 對 其實上天 我覺得校園一直比約 我一直有這個 那因為 因為我的個性 是蠻直接的 我就說 北宋也是沒有把 FPG讀算 對 那我再講說這個過程 實際上就是 曾老師 我其實跟曾老師 比較深的認識 是在去 應該是前年的年底 12月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就是 曾老師的奇蹟往生 然後 出生後來曾老師 就是把鋼琴送回學校 那時候才跟曾老師 開始有點接近 那 當然就是在曾老師 這件事情實際上 我也沒有接觸過 我發現兩下 我是對性別的一體比較有情緒 那 但我跟很多人一樣 就是對跨性別的一體 確實是 他是停留在各種的知識 就是說 我這樣子證實今天 並沒有這個跨性別的朋友 那曾老師 是 這個過程裡面就是 你知道一開始 學校的女朋友的揣次 就是 那個 思念老婆這樣子 所以開始做女裝 那 一開始就 聽到這個聲音 其實是蠻怪的 那當然就是 我覺得我一般 就是聽到這個聲音 好像就跟著也跟著什麼 這樣 然後到後來比較 有機會 會去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已經是 就是 我就直接點零報紙 這樣子 然後就是說 因為剛好 就是 聯合跟總使的記者 他們有注意到 這樣 然後所以就是 他們就來學認識 那我才 我才好像有點意識到說 欸 這是一個議題 你再次給你學這樣 然後我才開始跟 林鄭老師討論 那 當然就是 因為我的工作 是學校的女俗 所以 比如說學校任務 你要抱怨學校老師 為什麼你要講說什麼 欣賞老師 或是 記者要來採訪 什麼 考上面一科幾個 這個都總共是我主力 所以就是說 帶媒體要來了解這件事情 我已經解除每一年了 那當然我要講 我覺得媒體之間 是有層次差別 也就是說 不是所有的媒體都會試鮮 那我覺得 最少在總統的 平面的文教 我覺得是比較友善 那我覺得 自由跟聯合的記者 確實比較友善 那當然這件事情是 我也知道就是 我自己隱約 可以知道說 媒體它的反作用力有多大 所以也就是說 在去年他們大概 應該是 差不多 六七月開始 關注這件事情 實際上我的立場是比較 是打開這件事情 因為我也不曉得說 到底這件事情報道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情況 那我也不了解 就是說 學校是 因為我必須要先講一下 雖然也不容易 但是我必須要講一下 我覺得 一種我的程度 在彈制這個議題 尤其是 我覺得在課堂上 容易成為大家 開玩笑的一個 一個情況 那我覺得 這個玩笑的背後 實際上我覺得是一種法理 那所以 我會覺得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非常的謹慎 尤其我覺得 今天我們不想認識 化身體的時候 他更容易被創留一場暴力 就是用一種 忽略的方式來對應他 所以我在這件事情上 是給他非常的謹慎 那當然就是 我也非常擔心 因為 說實際話 我也可以 跟記者分析 到每個禮拜都上一場暴力 那 所以我也 我覺得也很容易 我自己也非常擔心 就是說 其實大家就一句話打死你 就是 你就是在操作 那所以這件事情 實際上我跟記者 不同的溝通 就是這個過程以後 我們從 性別教育的角度 到底不會切入到 獨立 那這個過程裡面 是我也不斷的在 折成這件事情 那 一直到就是我覺得 一個時機 比較適當 就是我們在 我們需要 就是有美術班 那他三二五美術節 的時候 美術班有一個 就是大家辦妝的機會 那我覺得那一次機會 是因為曾老師就是 我覺得蠻漂亮的 白色婚紗 那那一天 那那一天就是 因為那一天記者有來拍攝 那那一天結束之後 其實是 聯合跟自由的記者先 詢問曾老師 那實際上我是在 隔天 那一天晚上才知道的 那就是開始 我會覺得說 這個過程裡面 比較需要謹慎一點 那實際上 所以那時候有跟曾老師討論 然後有邀請大帽 就是我覺得就是比較 就是希望說 他採訪之後的人都在場 讓我們都一起對 一起能夠 那個 談這些事情這樣 那我會覺得說 其實這兩個 裡面 那這件事情上 我就要講 我是確實的隱測一些 因為 我們就講說 因為有其他 有一些例如說 水果之暴 或是說 大中國之暴 這樣子 那他們可能會有一些立場 就是說 可能在採訪的時候 他是用那種 訪問諾人假論 理論比的方式 直接呈現這個議題 那所以 那時候 確實我不知道 策略上是讓 我覺得 性別sense比較好的記者 讓他先出來 因為一旦出來 你可以變主要的媒體 那所以 那時候是這個情況 那我會覺得說 這個過程裡面 我確實很感謝這兩個記者 因為他們做的稿子 實際上是跟我 訪問完之後 他才刪到 那個 那邊 那所以 我覺得那個過程裡面 是最少 那個過程裡面是比較舒服 那我再講到 也請大家 那實際上隔天 當我們就跟我們 寫明明的時候的 電視台記者來 我們大貓有在場 應該知道 就是 其實那時候我就跟 其實有點跟電視台記者 在 在我們會議室裡面 大家就會有點高上 因為他們就直接說 為什麼我們去教室拍 然後 那我去教室拍 就怎樣 那我會覺得說 我也是蠻逗痛的 這種事情 我會覺得說 憑什麼可以這樣做這樣 那所以 當時也是折衷非常久 然後也去到 跟這個班級溝通 那當然 我覺得 這個班是蠻友善的一個班 那我覺得 溝通完之後 就是用 比較不影響班級的方式 來拍攝 那當然 後續實際上 就陸陸續會演 那我也必須要比較客觀講 就是說 我不能代表所有的行政 所以也就是說 在行政裡面 他確實會不同聲明 對這個行為 那 所以到後來 我的比較技巧性的處理 就是 只要是 不涉及到學校的部分 我就是讓他們求 我可以 曾老師自己接 所以有時候 可能有些我還有這邊 就是說 進來學校的時候 就是我這邊走 就是 那最少就是 那有一些 單獨的要反過來 就是直接要 曾老師這樣 那我只是 要再提一下 就是說 我覺得 曾老師 我覺得 就一個運動的 效果上 我覺得曾老師 是走得非常非常前面 而且他不斷去 未變打攻擊這樣 那但是我還是 必須要回到一個 比較客觀的來講 就是說 通常以我所在的環境 我覺得 因為 我覺得有點 會有點像 美國這個社會一樣 就是說 你看他 Joban 你看誰啊 球那麼遠 但是打得很好 我們美國老師 還有一個問題 然後我一樣 突然回來這句話 就是說 我們一眾的正常心老師 我不代表其他 女性的問題 我不代表這個 學校裡面 性別非常的平等 這是我 我必須要很直接不算 那尤其是 在一個 看起來是 高成就是 高 社情地位的 這一所學校裡面 我覺得 真正在裡面的 性別的議題 無論是同志 或是 女性的處境 到底有沒有真實的 被看到 我沒有任何影響 但是我還是非常 覺得說 張老師非常非常重 因為他一樣 不斷在前面 打空 因為我覺得 最少在跨性別者 他有空間可以留得出來 或者是說 或者是 說 我覺得 當有一個 在一個不同的 大家無法想像 是無法理解的 性別面貌出現的時候 我覺得他才可能 會有空間 在這個地方移動 最少他可以比較 最少他不會被消滅 就會不會以各種方法 被 被 被處理掉這樣 那只是無色的聲音 那我就趕快給他 畫面 剛剛有個小手段 說大家以為說 鄭老師就要講話了 那我們兩個就出來 跑一下龍套這樣 這樣觀眾才不會跑掉 所以 所以 原本剛剛鄭老師 要被迫回答那個 我們學校到底 我們還有這樣 行政法上就先出來 再幫我擋一下 再想一下 好 那我用我 那個上課的版書 跟大家做分享 這個班是 有上鄭老師 不要一直說 這老師自得那麼醜 沒辦法 那個 這是這個班 有上鄭老師的課 所以剛好是 禮拜三早上訪問 然後 禮拜三早上 所以新聞中午 我就出來 他是下午的課程 所以課程 就做一個調整 把早上的那個 就是因為聯合是先報的 就把聯合報的新聞 把聯合報的新聞 印給大家 然後我就是讓學生 做那個焦點團體的討論 然後其實這個過程 他們開始是 他們就講他們的 然後我就 他們講我就寫 所以等於說 牛班各種聲音都有 那簡單來講 其實什麼聲音都有 那我覺得說 第一個很真實 我覺得跟這個班的學生 在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課堂上 就要 努力想要做一件 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擁有我自己的聲音 會比這件聲音 這件聲音 目前為止 是不是政治正確的聲音 來得更重要 我覺得在課堂上 其實從頭到尾 我覺得我上課 如果說你那個 問候人家媽媽 背後要有理由 你不是只有那個字 然後幹 大王你怎樣怎樣 我說後面要接理由 你就可以接受 所以這個過程 就會出現很有趣的現象 其實 學生反應的就是 不是像剛剛 大家在質疑鄭老師說 你不需要真的有那麼寬容嗎 其實你會發現 什麼聲音都有 現在有人就會覺得說 那老師對學生的影響是什麼 像第15個 大家對老師會有一個 角色的期待 那有 有些人就會站在 鄭老師的太太的立場講 那這樣對立院辦事是不公平 那馬上就有學生 跳出來就說 這個不公平 也是因為社會逼得啊 你害鄭老師逼 逼得被迫去假結婚啊 那我就馬上曾經說 他有沒有假結婚 沒有 不知道啊 沒有啊 這我不知道 但是他的確就馬上連結到 那種同志 同志假結婚 對立院不公平 那馬上就有學生 就會跳出來說 那同志為什麼要假結婚 也是因為這個社會 給逼迫的 所以發現所有的聲音 都會出來 像第11個 就會有學生提到說 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接受啊 那我就跟學生在討論說 這才是事實嘛 班上一堆人 不能夠接受嘛 那比如說 像媒體的期待與真相 這更有趣的 大家看報告 都覺得說 這寫的是我們學校嘛 對 我覺得其實學生是看得懂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一個討論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看右邊一點點 像第9個是 想變性一定是有病嗎 我覺得這個問號 其實學生問得很好 那我說 這個不管其實 我沒有辦法在這個課堂上 跟你討論 我說那你們有的是知識 有的是能力 而且你都有 手機你要Google 這些訊息 其實太容易了 所以其實 你會發現 其實學生在討論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會有各種不一樣的 但是都很真實 那我覺得很棒 像比如說 我有圈起來幾個 有些學生一開始就很真正的 覺得說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包容 那馬上就會有學生跳過來說 我為什麼需要你包容 我覺得這樣是這種施捨 我又沒有對你怎樣 為什麼你要包容我 哇 那 快要槓起來 因為男生就喜歡互相挑釁 那挑釁 就開始進入辯論 像噁心也是 就有一個學生說 可是我真的覺得很噁心 在我還沒有講話之前 馬上就有一個學生跳過來說 你怎麼可以說他噁心 他要把你怎樣 然後馬上就問同學說 耳不耳心是我個人的感覺 我可不可以擁有我自己的感覺 可以嗎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所以當我覺得耳心 我就是覺得耳心 我並不需要為我耳心覺得怎麼樣 那別人也沒有那個資格去評價 我對這件事情 我覺得曾老師我就是太久 就覺得很噁心 那是我的選擇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對於課堂上來講 我覺得那個討論的過程是重要 所以回到來 回到看說 那我怎麼看到我們在學校推動 所謂的性別平等教育裡面 我覺得對我來講 那個虛跟實是什麼 我覺得才是實際 那個虛是要假裝不看見 假裝我們都很友善 然後通過標語行動上 好像是很熱烈的在推動 大家都很OK 我覺得這實際一點都不真實 我覺得真正的真實就是 我們應該接受班級裡面 學校裡面包含老師 其實本來就會有不同的聲音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說 我會跟學生討論說 你如何讓那些不一樣的聲音 大家可以彼此有一種 我可以討論 然後我願意講 比如說 當我覺得你這個東西 不太對的時候 我願意跳出來跟你做一些對 我覺得這東西 可能比較能夠處理 那種所謂的意見上 我們說不管是所謂的偏見 或是言語上的霸凌 甚至各方面的對 恐童這個部分 我覺得從來不是 不要說話 不可以這樣說 我覺得那個說 才有開始討論的空間 那就回到一個課程上的設計 各位公司這樣的十幾個東西 我不曉得可以談幾個學期 對 我想對公民老師 對葡萄老師 就是一個很大的痛 那我還好 我們三個沒有什麼進度壓力 那我覺得公民老師 其實都要花很多力氣 解釋社會選民詞 我覺得對公民老師來講 其實會是一個很大的雅呼 我大概用這一章來解釋說 那學校到底是不是很真實 那至於學校 我們怎麼學校 怎麼推動性別平等 這個部分 我覺得對我來講 就是音效質疑吧 那可以幫我放我的 投影片的封面就好 好 這是我三個的教材 然後每次演講的時候 就要去廣播 那有時候會故意講話 就說今天中午12點35文 在哪裡那個 萌萌老師要講A片 然後全校就哇 然後後面怎麼沒有先講這樣子 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 去做我的性別教 因為我覺得在一中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在我們這樣的 所謂的純森林男生學校 很多的男生 我覺得你很難用我們來 教育很熱烈講 糟糕 被人家 不要放 就放上面就好了 講的就差不多 我覺得其實就是說 為什麼會用這樣的方式去談 因為我覺得 這是很真實存在的東西 你不去談 學生也在看 那你又要教他說 這個會怎麼樣 其實對這些男生來講 不會有用 那我所以回到 跟曾老師這個歷程裡面 做連結 我在想說 那我接下來 如果有機會我們繼續在上課 我要如何使用這樣一個 老師的發生的故事 讓學生可以談他真實的感受 我覺得這是在性別教育裡面 一定要去面對的事情 你不能讓一個人 待他身上十多年的經驗 只是你幾堂課 你就要他政治正確的去做判斷 那是不可能的 那我先補充到這邊 謝謝 謝謝老師跟大茂 你會很精彩的解說 那麼 其實呢 當然很多人有很多的問題 那很多你們想要聽的 或是說疑問呢 其實在很多媒體裡面 都有報導過 那當然 當初我決定在學校出櫃的時候 那麼一開始 我是採用漸進式的 怕對他們做太大的衝擊 然後第二個呢 我也設想 絕對不會每個人的聲音都一樣 然後甚至考慮 會不會受到 這個同事學生 尤其是家長的牌子 然後 然後 但是很幸運的就是說 當我就是穿著有點怪異的時候 那 一切是由老師來關心 然後 直到呢 就是 我先對我們科裡面的老師先公開 然後他們也跟我討論說 要怎麼去面對其他科的老師 那時候我的觀點就是 他如果是善意的關心的話 跟他說明 沒有關係 就是 讓他們了解 然後 但是如果是面對比較那個 不友善的言論的時候 那就只要說 表達自己的立場是自成的就好 我們沒有辦法去堵住別人的嘴 別人要怎麼想那是他的自由 那重點就是說 你可以不同意 我怎麼樣 但是呢 你不要對我說人生恭喜 那你在背後去說三道四 我沒聽見就好 這是我的感覺 就是我的那個立場 然後 然後 可是呢 讓我很驚訝的是 當我公開之後 其他科有很多老師 純純純就對我表達支持的立場 支持跟鼓勵的立場 那其他沒說的 我大概也知道說 有哪些老師是 不是很支持 那只是他們不要說什麼就好 那他們的自由 對不對 那但是呢 我得到很多老師的支持跟鼓勵 那學生也是喔 就是 嗯 我教的班就是 喔 喔 剛剛那個大媽老師也講 那也有個學生可能是 就是 不是很支持的 沒有關係 然後 嗯 我在跟學生勾勾勾的時候 有跟他們講 就是如果 喔 你有聽到 就是別班的同學 在講些什麼的話 那 就請 請同學 幫我跟 就是別班老師說明 嗯 那的確 有些同學 就是了解的時候 哇 他就不會再 再講那些話 嗯 然後 那我最擔心的就是 家長的抗議 你家長的抗議 就是 其實對 對學校的傷害是最大的 嗯 然後所以 去年喔 我跟 鼓老師的前主任 他已經退休了 去過 展開 就是第二村 人生第二村 然後 就跟他討論嘛 就是看 就是 我需要學校 就是幫 幫忙什麼 那學校是 其實是幫很多 然後我就提到那個 就是關於家長的 那個態度 抗議 的問題 好 那 要是真有很多家長抗議的話 好 那剛剛學校是 鼓老師的 校長室那一邊 可能要承受很大的壓力 然後甚至必要的時候 可能要對家長 就是那個性別平等的講座 那學生老師也是一樣 那對學生老師的 性別平等的講座是有辦過的 然後家長的部分還沒辦 對 然後 可是 也是很意外的 你看 就是那個報紙要登出來的時候 然後 他們兩個也都是膽暫心 對 然後 看會不會 是不是會接到很多的一個電話 可是後來好像沒有預期的多 有了 但是沒有預期的多 兩天 這麼少 對 對啊 然後 然後 其實 我在十多年前 在私立學校 的時候 我 其實有曾經做過小小的 試圖的改變 那就是 對 但是 馬上就被副校長 然後 教訓你那個 文請一下 教訓你那個 教訓你那個 文請一下 文請一下 教訓你那個 文請一下 對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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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 我有聽到另外一個朋友 就是 他是在另外一個私立高中 當主任 然後 我問他說 你們學校對這個 多元性別 跨性別的學生態度怎麼樣 他說 很開放啊 就是 有一個從我以前任教學校 轉過去的學生 女生 他在原來學校 要短頭髮穿長褲 拒絕穿裙子 學校方就是不準 那 所以他就分了 就是轉學 然後 轉到那個學校 其實 風評不是很好 就是 至少說在升學方面 風評不是很好的學校 然後 然後那個朋友說 我們現在是捷道 因為那個 那個學生後來是考上國立大學 對啊 然後 在場 有我以前任教的 那個私立高中的學生 不知道 就是那個領導中學 然後 剛剛你講 就是現在學校的那個 情況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有沒有改變 嗯 不知道設計權 你還有一個改變 嗯 只有設計權 然後 其實這跟消方的行政裡面 的態度有很大的關係 那當年 叫我去管切的那個 副校長 後來因為 自己的醜聞 那被迫那個 我不知道是 是指指還是噴血 那他的那個醜聞也上了報紙 你看 很想說他是受到包音 對啊 你看 因為 其實我在學校跟他 教授也好幾次啊 那包含像 當時我要 就是 代學生就是舉辦那個 西頭的深海練習 兩天一夜 那兩天一夜就一定要得到 校方的 核准嘛 一般 很少會核准 所以為了這件事 我也是去跟他那個 那個 溝通很久 所以很久 最後他也是 採用一個很勉強 我是給他答應很多 很多死 對啊 然後包含就是 當然 學生帶出去 一個也不能撒 全部都帶回來啊什麼的 對啊 然後後來 終於順利了 同意了 帶出去 那 那一次報名的話 其實收費還蠻便宜的 兩天一夜才收一千五 那所以報名很有餘的報滿 然後有些學生也抱得很抱怨說 為什麼名額那麼少 然後 最近我才聽到有一個學生 因為 他 也失聯很多年 也不能說失聯 就是在 在那個 FB上也 常常會看到消息 然後他就 最近前一陣子 趁著回國的時候 他當然知道我的狀況 然後就 約我吃飯 然後 他才說 當年 他是很活潑的學生 他說當年一開始 本來對那個生物沒有太大的興趣 那後來因為參加了那個言行營之後 才才對生物有興趣 那所以當年他們班 後來有三個去讀生物系 其實那一屆讀生物系的是 人數是蠻多的 蠻多的 那總算是 沒有誤認子弟 那 所以 其實在很久以前 甚至在讀書的期間 就是 心裡就一直壓抑自己的那個 就是性別認同 不敢表現出來 大家也知道在三十幾年前 在國內的風氣是更加那個保守 然後當時 也有聽到許多那個跨心裡的人士 比如說 在我大一的時候 因為我室友也有那個台中一眾畢業 那當時他們有一個同學 就常常會跑到男生宿舍 穿女裝 打扮得羊眼 而且他的動作是非常女性化 常常會跑來 那當然就是 他當時也受到蠻多的潮血 那其實我覺得他更勇敢 他比我更勇敢 我還不敢 不敢這麼做 對不對 然後 前陣子百年孝親的時候 就有許多老孝婦 就提到 他講的那一個人 應該就是那一個 就差不多是同界的 他說那一個 他們那一個同學 在高中的時候 就被霸凌得很慘 被學生同學霸凌得很慘 那所以 其實 台中一眾也 不是自古啊 就是這樣子 那隨著社會風氣 也有再次逐漸的改變 然後在我 讀大學的期間 那其實 那其實 在我大學剛畢業的時候 是有把我的那個 心裡的國腦 告訴我 一個女性朋友 從高中時代就認識了 很要好的朋友 只是說 他的個性 肯定倒是還蠻男性化的 後來能嫁出去 後來能嫁出去 我也覺得很難 對啊 對啊 然後 然後 所以 所以我就是把他當作那個 就是好姐妹 然後 他可能把我當作好兄弟 這樣子 然後 那他 他 一開始是有點冷到 不過他 也是 心裡上是 也很願意 幫助我 可是他也不知道 要該怎麼辦 因為那時候 能夠得到的資源 其實 的確是很少 很少 包含這個 用藥的資訊等等 都不多 然後 有些藥物 是最近 才 推出的 然後 然後所以 就只好繼續藏下去 然後 有時候會想到說 因為痛恨 這個器官留在身上 很想 是不是乾脆拿個刀子 自己割 可是 因為學生 我知道 這樣子做的話 把刀命都沒了 很爛 也沒那個膽子 就自己割 然後 可是我想到說 如果 如果真的要實現這個夢想 第一個 一定要有穩定的工作 要有經濟的收入 來 穩定的經濟來源 因為 畢竟要動手術 或者是說 現在光是買那個藥 那個就蠻貴的 那動完手術之後 當然藥量可以減少 尤其最貴的那個 抗雄性素 就可以不用再吃了 其實吃抗雄性素 是有蠻多好處的 第一個 也不能說好處 對我而言是好處 第一個 我本來就是膚質 是很油 頭髮也很油 好 所以那個 那個油垢啊 沾在椅子上 或者是那個枕頭的枕巾上 都很能洗掉 好 那現在就 就 不油 這樣子就是那個皮膚會比較好一點 好 然後 第二個就是 到了我們這個年齡的男生 常常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不是啤酒肚 你的辦法憋尿 十二腹腺會憋大 或者是排尿痕 好 那當吃了那個之後 就是 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不想動手術的 可以考慮看看 但是 但是 但是呢 要先征得老婆的同意 因為 因為 這吃了之後可能老婆就很不高興 對啊 那小朋友不要亂吃 對啊 然後 這題外話岔開了 好 那 所以呢 就是 嗯 以前 在碰到就是 心裡喜歡的女生 其實也會有猶豫了嘛 那 那 以後如果要公開 就是 對她那個出櫃的話 她能不能接受 那今天下午 我在新竹跟私立高中領獎的時候 我會 一堆學生講 你可以想想看啦 萬一說 你男朋友 或者你先生將來跟你出櫃 或者是你女朋友 你老婆這樣跟你出櫃 你會怎麼想 你能 真的能夠接受嗎 不見得 雖然有少數同學舉手說可以接受 可是 真正在面對的時候倒不見了 好 那所以 也因此 嗯 一開始 在三十幾歲的時候 的確 就是家庭有 有給 就蠻多的壓力喔 包括 我外婆最積極的 到處去 去跟人家要支 要安排相親什麼 然後可是 猶豫很久 那後來知道 那其實中間也曾經 就是 大概在十年前左右 也曾經吃過一段 藥物 嗯 那後來 其實應該是 碰到我前女友的時候 剛剛有的聽到說 他是大理高中 趕快問一下 是大理高中 還好不是那個學校 然後 然後 嗯 所以 我是蠻喜歡他 其實我本來就是喜歡女生 好 那只是說 對方是喜歡男生 還喜歡女生 就有差別 好 不過 他很不幸的大概交往 大概 一年左右都跟手 然後再隔一兩年之後 才碰到我太太 他 他個性其實是蠻好的 然後講話也很工具 所以我們在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也蠻快的 那 他神經有點大條 應該不能說大條是要 從生物學的觀點是要叫做小條 就跟你們想一次打開 不是 越小條是越 越 遲鈍 越大條是越敏感 然後 我們第一次就是約見面的時候 就 那時候我車子剛好進場去維修 然後就 坐他的車 去那個奮起舞館 對 他都不怕我把他在裡面買掉 不然一噴到一個惡網友的話 我就很慘 對 好 所以 因此大概交往了一年 一年半左右就有結婚了 所以 並不是說被迫 被迫要結婚了 然後結婚之後 他很想要生小孩 然後 所以 我們也尋求了醫師的協助 好 像人工收孕 試管孕能夠做 可惜都沒有能夠成功的訓練 好 那時候在尋求醫師協助的時候 當然這補孕症問題是雙方都有 都 都要 檢查了 然後發現 那時候我的精神活動力不是很好 好 雖然這個 醫師還是想辦法用那個 那個 洗精神的 方法 交出比較好 活動力比較強 那在做四管音樂的時候 當有那個 卵也有成功的受孕 並且發育成胚胎 所以才能夠植入他的子宮 可是還是沒有 沒有受孕 嗯 那可能 他的體質也不是很好 從小的健康情況 從小的健康情況 就不是很好 他小時候又曾經 生病過得到那個輕微的小兒麻病 嗯 那 不過他態度還是蠻樂觀的事 然後 很不幸的 後來就是四管音樂沒有成功之後 然後 後來不久就是檢查出得到乳癌 嗯 而且 他的乳癌是屬於三陰性的 好 三陰性就是屬於 嗯 啊 育後很差 因為復活很快 好 而且一旦出現那個 那個腫瘤細胞長得很快 沒有標靶藥物可以用 嗯 嗯 那所以大概經過兩年半 將近三年時間 就 就走了 好 當然 這是很令人傷心的 的事情 嗯 那麼 當時我是想 好 第一個如果他能夠順於懷孕的話 可以考慮跟他就是談 好 因為至少說他最想要達到的願望 有了 那第二個 就是 他如果病經能夠豪轉 好 之後呢 再跟他談 好 因為在生病的時候也不曉得 講出來會對他病經有什麼樣的影響 好 當然 我知道這是不太可能的事 嗯 那所以 因此 他到走之前都不知道 那只是說 可能有時候我們平常在聊天或開玩笑的時候呢 就是他有時候會覺得我可能 然後說 我覺得我前輩子應該當生女生才對 因為我非常的重女青 對 他開玩笑說如果我生女兒 生女兒的時候一定會被我寵到天上去 嗯 他會說 要是生女兒的話 他這樣殺人辦法我會支持他 覺得不公平 那為什麼 這對小爸就是我們虛擬的兒子 那麼壞 對 那沒辦法 因為我們家都是重女青男 爸爸很不好意思 然後 所以呢 就是要 處理完他的後事之後 大概經過 一個月兩個月 到 就在去年初的時候 就想到 如果 現在已經少了牽掛 就恢復成單身一個人 那如果再不做的話 那將來就沒有機會 年紀越來越大 就像嘉義的那個黃老師 他手術的時候是五十歲 剛好五十歲 我已經比他晚一年 然後 所以因此我就開始準備 然後 我在網路上有閱讀到那個 劉廟哲醫師的那個 的那個 報告 所以按照他的建議就是 買藥 我是沒有找醫生去開 你找醫生開的話 就是 你就要先看精神科醫師 至少看了幾個月半年以後 然後 你再去找婦產科 或者是性生代謝科醫師 他才可能開給你 但是 因為我不要學 不是學生物的嘛 所以這些藥物的資訊 我上網去查一查 大概就知道怎麼會 也是 所以我就自己花錢去買 那剛剛講 抗熊薰素很貴 然後我看到 網路上有人 就 因為他爺爺 祖父得到一個 社務腺癌 其他有很多 很想來偷一些 自己用 我覺得它是肌定的用藥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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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就開始 那個 就是 浮用那個荷爾蒙 那當然 浮用荷爾蒙所造成的變化 跟年齡是有關的 如果小朋友是一二十歲 他的變化就很明顯 甚至如果是在青春期 或青春期以前吃的話 到最後你完全看不出來 他曾經變過 但是不管是聲音甚至身材體態 都跟原生女生是幾乎是一模一樣 那當然是年紀大了 當然是 有些是變不回來的 已經變過了變不回來 比如像猴姐啊聲音啊 然後所以才會有人問我 是有沒有想要就是 改變這個聲音 那剛剛有人提到 有人去上課 上課的法神本訓練 那也有人是裝那個 在那個佛部 裝一個那個調整器 調整那個 聲敗的繩緊 那不過 那個效果會因人而異 那到底要怎麼做 以後再考慮 再考慮 那 然後呢 就是到去年七月份 我已經跟同事公開以後 然後我去找 就是開始找精神科醫師 那先是找那個中山的醫師 不過那個醫師也很可憐 因為我是他的第一個case 所以一開始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大概也不知道怎麼辦啊 不過因為中山有別的醫師有看過 所以他們就是會討論嘛 那後來我感覺到他的做法上是有調整 那所以他現在的主要工作 不是 就是要協助我適應 適應目前以及未來的生活 對 其實精神科醫師的 在這一方面的角色 就是 應該 就是變成是適應 就是協助這個 這個求診者 來適應 還有就是 如果這個病沒有情緒的問題 情緒管控的問題 不管你讓不讓他變 最後一定是走 很多都會走上去 像被拿來討論的 常被拿來討論的那個林國華 有人說是因為 對 他 雖然國內的醫師 精神科醫師 不願意開診診書給他 可是他自己還是跑到泰國去做 他已經達成他的心願了 可是有解決他的問題嗎 沒有 沒有 對不對 最後還是因為那個適應不良 然後走自殺 然後 我在新聞上有 有那個 聽到他以前的那個醫生說 就他之所以不開診診書給他 是因為他的情緒慣例 很差 對啊 那所以現在我的意思 他也要排除 是不是情緒的問題造成 所以我本身就是因為那個 膠肝神經比較興奮 所以有時候會看 感覺上我好像會比較容易緊張 那特別是容易流汗 那所以他其實是有 開那個藥物 就是讓我能夠比較緩和之後 然後看看我的情況是怎麼樣 排除是因為那個情緒的問題 或者精神疾病的問題 好 之後 再看你能不能真正的使命 那所以 那其實我最大的問題 目前就是在我媽媽 我媽媽就是堅持 就是不反對我去動手說 可是 老實講 我可以不要管他怎麼想 頂多就是不回家 那當然 這也是 其實也是令人難過一件事 有家歸不得 這對大家來講 都是很難受的事情 可是為了達到我的目的 可是為了達到我的目的 有時候可能會 以時間來換取空間 看他 最後能不能接受 那先前 在談到這件事的時候 他當然是不能接受 他也會 用一些負面的言語 來指責我 那其實問我說有沒有得到 就是 遇到那種 就是人家攻擊 或負面的言語 來對我的 有 就是我媽媽 但是 那時候聽你也算了 他本來就很愛你 就讓他去念 然後也不要跟他 緊張不要跟他爭辯 那可是 前天 前 前天 前天有看到我的 口向的同仁 那第一次跟他吵得這麼兇 其實是因為我打算 請三個朋友 到我家裡去 然後我在跟他講的時候 就 原來 你這個就不來 我都不知道 你怎麼說 反正你為什麼要去掛 你去掛材 我不要去掛你 那所以他是連溝通 就都不願意 那所以我心裡也是 一方面也很難過 他也蠻生氣的 所以就在電話裡面跟他 跟他吵 那所以之後 就是我從小就蠻愛福德 然後說 男兒有的也不清 但現在我不是男兒 像小時候小學 六年級的時候 就是 班上要選一個就是 演講的代表出去 然後 班內就先 先出選 結果後來就是 其實我的成績是比較好 那可是老師就派另外一個 女生去 我當然就很生氣啦 然後就當然就在教室 在教室裡面哭 然後 哭了一節課 然後 然後那一節課是 體育課 所以其他同學都出去的 然後 不過我的老師還好 就是 他沒有這樣子就生氣 因為 因為那老師 在以前那個年代 是體貌很嚴重的 他脾氣其實 有時候不是很好 他的情緒管控是有點問題的 那不過他就讓我就是發誓 就讓我哭 哭完一節之後 他才會 叫我去跟他開導 然後 其實那時候對他有點氣 他先說什麼 隨便他 反正就覺得他是那個 就是 那個喜歡漂亮的女生啊 沒辦法 對啊 那 不過以後 後來我 其實對那個老師是蠻討厭的 那個老師如果是在現代的話 就是一定會被家長投訴 是不適任教師 那除了說 他那個脾氣也不太 不是很好 有時不是很好 以外 然後 煙影很重 以前沒有害糖制法 就是在教室抽煙 講座上都是一個罐子 可以裝滿的煙蒂 然後 因為煙影很重 所以痰就很多 吐痰的時候 窗戶打開就 對 這種老師你敢給他教嗎 現在很多家人很不敢 然後他的國學底子算是還不錯 可是數學不行 數學不行很糟糕 那 其實呢 我有跟很多人講 你要幫你的小孩挑 小學要好吃 最重要的兩點就是國語跟數學 教的怎麼樣 然後這兩個如果教不好 趕快轉 因為這個是基礎 語文跟數學的sense 不是說要讓你當數學家 那這小時候如果 如果被搞壞了 搞到就是很討厭的話 那以後就沒救了 所以後來我雖然是讀自然酒 可是我 其實我的數學是沒什麼救的 高中時候月考 數學從來沒有急得過 然後但是呢 人其實 雖然有很多缺點 他其實還是有優點 然後他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其實我小學所遇到的老師裡面 只有他真正能夠去關懷弱勢 關懷學習能力不佳的學生 會幫他們想辦法 怎麼提升他的學習 學習狀況 那現在喊口號在十年國教 說要把所有學生都帶上來 那真的就只是一句口號而已 那但是那個老師 雖然不會喊這個口號 可是他是實際在做 像他會把我們班的學生 成績最好的配成績最差的 這樣子一個一個配 那這樣中間的可能就是群體啊 就是一個去布一個啊 然後呢他授權給 就成績好的同學 他如果那個學生不聽 會怎麼樣 隨時跟老師報告 所以處罰他 所以我那時候就 奔配到了一個同學 當然有時候他也是 那個就是交代他要做的要學的 他沒有做 我也很神奇 我就跟老師報告 然後老師就直接去修理他 那如果是在現代的社會 可能將來我長大以後會找到報告 那可是許多年後 我們開小學同學會的時候 那個同學是很感激我 其實他是很感激我 雖然他後來就是 學歷也不算是很高啊 那麼但是他很感激我 當你這樣子幫幫助他 你看 對啊 然後這好像有點岔開了 然後 所以其實我這一路走來 這整個人生裡面 當然是 有好又壞 又順利又不順利 然後 就 關於這個 出櫃的這件事的話 我倒是很感激我們的學校 同事 我們學生 我沒想到 我得到的支持跟祝福會那麼多 那雖然 有人可能心裡不贊同 不支持 至少沒有遭到排擠跟東西 那讓我能夠 繼續在這裡 在教育界貢獻下去 那所以 現在呢就是 如果 有學校或社會團體要邀約我 分享我的經驗的話 我是在時間上能夠配合的話 我是儘量去答應我 嗯 然後 就像那個 榮師講的 就開一條路 幫大家開路 其實也沒那麼偉大 那只是 儘量讓大家多聽好一些正面的聲音 去思考 其實我們並不是怪胎 我們是正常人 我們性別怎樣 不會影響到我們的工作表現 好等等 那所以警察在死旁 你旁邊的等 好 那麼他那樣子做他有妨礙到什麼人 沒有 那他的自由 對不對 好 這樣 就像你 你覺得你自己 好 生理性別是女生 你覺得自己是女生 這是怪胎嗎 不是嗎 對不對 你覺得自己是什麼性別 那是你自己 自己的 那個 就 這也不是後天造成的 這是先天的 那為什麼 會這樣 不曉得 醫學界還沒有一個定位 我也不曉得我為什麼會這樣 那當然 我不能怪上帝 怪老帝我 生成這樣子 我只能努力想辦法 就盡我的所能 然後 能夠做到最好 就是這樣子 好 謝謝 你時間的關心 我想要其實因為剛剛一開頭的時候 大家有提了很多的問題 就是 透過蔡老師的一個生命經驗的分享 包括他 就是 不只是 扣緊性別這個議題 他也分享他那些 遺常生活當中的一些觀點 所以後面我們大概會保留一些時間 讓在場的朋友 不管是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是提問 因為其實 我們大概今天只能 比較能夠處理到是性別議題 其實在帥文當中裡面 其實還是沒有辦法那麼直接把它 扣緊回來 所以我們前面有三位 其實也不是只有台中醫中好 其實我覺得 因為現場今天也有很多老師跟同學 我們可以透過後面QA的時間來聊一下 就是 我這個節目好難盤整 就是覺得今天坐在下面聽 就角度轉換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感受是很不一樣 所以現在就把時間 我覺得每位都可以去把自己的想法提出來 那我們第一個先開放三位好不好 就是 包括其實 不管是在媒體上面 就是怎麼樣能夠在身旁的人 可以為他做些什麼 其實那時候可能大家 剛剛前面老師兩個都也很客氣 就是他們 其實心中糾結很久 盤整很久 怎麼樣能夠讓它是一個好的開始 所以才能夠就是到今天 或者老師到很多地方 都去做一個分享 然後讓大家可以一起去想 那有沒有大家要有提問的 我們先第三位 大家也在盤整中嗎 OK 那來請說 其實我很 很 我覺得我跟鄭老師剛好相反 我很想像他一樣 戴個板 戴個項鍊 戴個指甲油 他還穿漂亮的絲襪 漂亮的良情 還有漂亮的裙子 漂亮的衣服 我真的覺得 我真銀柱都沒有他好 真的喔 鄭老師 我真的覺得我太太配合了 我明天開始要插指甲油 沒有 我的學生幫我插過 我的學生幫我插過 那我就不能維持很久 但是我覺得你看那個指甲 還有那個漂亮的手條 還有那個手發 我真的很感動 對 我覺得我太愛女生當這麼久 都沒有說她們的美麗 她的故事又重演 我好開心 謝謝您今天的故事 謝謝 謝謝 鄭老師 那我比較想要問妳的 是不是 當時妳是不是 剛剛正在 演講中 有提到說 妳是 因為喜歡上一個女生 所以第一次跟她結婚 那我想要請問鄭老師 就是 對妳來說 就是婚姻對妳來說 是一個 是可以怎樣 去做一個詮釋的 一個 一個 關係 又或者是 此外 就是我還想要請問鄭老師 就是 嗯 在 看到 就是媒體的時候 就會看到鄭老師 很勇敢的說 我從小就是覺得 自己心裡裡面 住著一個女生 那我會覺得 有沒有一個具體的事件 譬如說 就是 在某一個場景 某一個 某一個場合底下 妳突然意識到自己 原來有這樣子的一個傾向 那 就是想要請教鄭老師 這樣子 就是怎麼樣去跟自我對話 對不對 OK 跟認識自己 來 還有嗎 再一口一口 好 喔 喔 喔 那個人好 呃 我是 就是 哲午這個 我是嘉莉 或是 或是 你針對他們剛剛談的內容 直接提問也好 對 那媽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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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夠的 又不是 那是大夢 那是大夢 對 那你呢 你要不要先吃我自己的 那 你只大了我也想要自己的 好 對 對 那你不需要提溫嗎 對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機會讓我們就是其他朋友 我覺得其實真的是很多時候是需要一點時間 我覺得是OK的 那會後我們就請三位已經稍微留步一下 就是可能有些東西也是可以再繼續聊的 就是其實不是真正就是三位老師的題目 就是因為我當就是大茂老師 他不是有講到就是一眾的學生對性別的討論嗎 然後我比較好奇的是 就是前面有人自我介紹的時候有講到 就是男校跟女校在看待性別 不管是跨性別或者是同事議題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 就是我比較好奇女校的反應 因為 對 因為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我跟同體無過體 所以希望可以聽你老師 在老師間的說法跟老師觀察到學生的反應這樣 所以你問的是 所以你問的是 高佳一 高佳一 我覺得真的需要再觀察一下 我個人認為在女校當中 她比較 還是比較可以做自己 因為我沒有比較急 就是我不知道男校的狀況是如何 然後 所以剛剛一來的時候 我有大概跟英文老師聊一下 跟當老師講 我就看到一個狀況 我就問她們說 欸 這樣可以直接講嗎 她們會不會對好你 就是有機會帶男女和校去做教育的行 然後 但是兩個男同學 有時候我就說 你們兩個默契不太好 那 你們兩個要不要先去培養一下感情 就先實質緊扣一下 然後他們兩個突然就是 大喘氣然後反彈 大說話 所以你怎麼可以講這樣的話 然後我就說 怎麼了嗎 她說 我們不能實質緊扣 就是 這種東西 不行 然後 可是我們想說 可是在我們學校的校園 其實 就下課的時候 其實同學們之間的感情是可以很好 就是你知道 就是抱在一起 然後 然後或是就是牽著手 就是好好的聊天 我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蠻棒的事情 所以我不曉得這是我自己 第一個主觀先想到的一個東西 但是或許從學自己的觀察 我覺得也可以 聽看大家的一個想法 嗯 對 目前是先可能講不見 對 就是 老師 你要講一下你在那個 就是男校當中的觀察 那男老師要先講 我覺得男生 這樣講有點概化 我覺得應該說 在所謂的校裡面 談性別或是特別談 那同志這個部分 我覺得男生的孔孔 比較 會比較稍微嚴重一點點 因為這跟所謂的男子 和這個形象 你會覺得我們 台中東派這三個出來 其實有很大的反差嗎 我跟一龍其實都不是那種 典型的男生的樣貌 好中性啊 然後之前有時候去聚餐的時候 那老師我覺得你蠻鳥耶 很娘這樣子 我突然覺得很興奮的感覺 不錯這種特質有被人家看見 這樣 各位男生 我在國中教授的時候 還上過體育課 當體育老師 因為學校派不出人來 這樣子 我要回憶一下 剛剛那個同學說 我覺得不曉得是訓練的關係 女生好像在訓練過程 比較會去關心照顧 然後不要講狠話 不要講那個 不要只care自己這樣子 我覺得在 因為我十七年多 那一龍教書 百分之九十九點多 都是生女男生的看待 我覺得那個男生 第一個本來就不太會照顧別人 然後在那個生存競爭出的成績之外 不管是在球場各方面 其實都不太能夠示弱 所以以欺負兩套 為一種自我保護 是很重要的生殊法徵 我覺得這是我觀察到的現象 那但是我覺得這個過程 當然也造成很多 比較 氣質上 比較 偏中性 或者比較偏我們所謂的 我的生理女性 我們在傳 Omega 各班 印象的女孩子 這樣的男生 其實在 我們現在其實是壓力是蠻大的 那我分享一個以前的經驗 他已經畢業非常久了 可是印象很深刻 他就是喜歡穿女裝 然後可是他就是有一次在 他買女裝就逛一中間 女裝就會帶回家 結果被他媽媽發現 可是媽媽什麼也沒有說 他就覺得非常的感動 那跟我談話的時候就掉眼淚 可是覺得為了不讓媽媽擔心 他就跟我上台說 可不可以放我這裡 我第一個來就說 萬一我被其他同事看到 我就會很緊張 可是我後來是把他鎖在我的櫃子那邊 他每週會來更新或儲藏 然後我們的霧談 他就是要換上女裝 然後就花了很多力氣 50分鐘其實很多時間 都在換衣服或是換衣服 可是我覺得感覺那個 那種嬌羞跟滿足 我覺得當然是我們可以做就是 有點像 我老師提起我就是成立一個空間 給他們 那我覺得像同志學校 其實我後來一直覺得說 原來在校園裡面 其實不管是所謂的跨性別 或是同志 或是是那個 那個 我覺得其實比我們想像中的 真的多很多 然後覺得說他們只是沒有出現 因為覺得這個外面世界是不太 對真的是不太友善不太安全的 所以他們其實都會學會自我 自我保護 我覺得其實會驚豔到 所以那有時候就遇到說 可能他不認識你 他自然不會來跟你說 他也會找他信任的同學跟老師 我覺得他們自己會去辨識 那像我這種就是做口碑的 就是一看起來就說 沒什麼好善良的人 這樣子 長得又不像那種指導老師的樣子 可是就會我們那種 假如我到學活 這樣說 你有什麼狀況可以找一下 大方聊一下 這樣子 我覺得其實對我們來講 其實就是 當學生覺得跟你談 他不見得會得到幫助 大家覺得你是可以談話的時候 自然就會靠近 所以我想說以鄭老師來講 他的例子在對於某一中的學生來講 會有很多學生 也許直接沒有跟他談話 可是看到他 聽到他的故事 聽到我在談論他 我覺得他們會比較有那個勇氣說 那我可以繼續做我自己 這樣子 這是我大概的一個會議 剛剛那位同學問 就是其實我跟我太太的相處 跟婚姻關係 跟其他的夫妻沒有開到的差異 因為就角色來講 我喜歡女生 可是屬於T 然後他喜歡男生 他自然扮演的 我就是婆的角色 那所以就是那種就是不協調感 是比較沒有 那只是我心裡 一直會在想 就是 就是 將來如果我要變成 要怎麼 怎麼跟他溝通 就是 就是這樣 這樣子 然後 還有你剛才我問什麼 心境是怎樣爽摺的 其實也不是說在某一個場景都要意識到 因為從小就隱隱約約 就在 就覺得自己應該是女生 所以 不是因為某個 就是因素觸發的 然後 像剛剛 我講的 因為以前的環境比現在更 更不友善 所以我要保護自己 然後要達成目的的話 那 一定要有一些那個條件吧 然後 然後 所以 再加上我從小收集到很多資訊 幾乎都是不友善 甚至很多人 以前就直接把變性能 跟人腰化上等號 那 所以 如果在我氣質上 就稍微表現得有點娘好 我沒有他那個遊戲 對不對 那 就會遭到霸凌 即使在現在國中國小 因為這個性別氣質的問題 而被霸凌的 還是可以聽到 更何況是幾十年前 就好像 剛剛我講的那個台中一中的 學生的例子 三十幾年前 就跟我 其實跟我們是差不多 那個時代 所以問題會更嚴重 那 所以 我是一直 壓抑在心裡 我也覺得很厲害 就是 嗯 長那麼久還沒有變 還沒有得到精神病 就這樣子 那 我們看看最後一個 就是有沒有同學到 你來的 那 那個 三位老師好 就是 我想要發表一下 就是自己的感想 就是 嗯 首先我想要感謝三位老師 就是身為老師 然後在學校裡面願意 為這樣的議題去 不管是自己身為例子也好 或者是 呃 為這個議題發聲 然後在媒體上面 做一些 帶風向的動作 嗯 我覺得這是很可貴的事情 然後我想要說一下 我自己在學校裡面遇到的事情 就是 呃 有一天我 就是 就是 因為我是 提 然後我媽很不喜歡這件事情 然後 呃 有一個週末吧 反正就是家庭革命 然後 禮拜一的時候 我就是 心情非常低落 然後不想去上學 但是我還是去了 然後我就走進 走過輔導室的時候 我就想 我去跟老師聊一下好了 於是我就走了進去 然後找到了我們 這個年級的輔導老師 然後 我就跟他約好一節課 要去跟他談 但是 就是 在我進去跟他談之後 我發現 我好像 找錯人 因為 我跟他說 我媽媽一直很不能接受我這件事情 但是我就是這個樣子啊 然後我就想問老師 有沒有辦法 替我跟我媽溝通 或者是我跟大人在談一件事情的時候 應該要有什麼樣的 呃 技巧 但是 我們聊了一節課 最後結論 還是導致說 我覺得 如果你媽媽不喜歡的話 你就 自己 自己 改變 或者是容忍一下吧 我就覺得 我 為什麼要被捷克來聽 講這些話呢 所以我覺得 我後來就對於 輔導師 可以 在這方面給我們的 幫助 有一點存疑 然後 我很 呃 我 看見這個問題 然後我很高興 一中的同學 可以有 呃 比較友善的 校園的 來自校園的老師 這樣的力量 可以去 告訴他們 這樣是 OK的 是可以的 也是 值得處在 值得被 值得被大家 呃 看見的 然後我 希望就是大家 可以對身邊 性格氣質不同於 不同於 大部分的 這些 更友善 然後嘗試去理解他們的 處境和感受 對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這邊先 好 謝謝 不好意思啊 然後 我想要請問 他說才會還有 在這個現場的同學 還有 就是民眾 因為其實 我在待這幾年 其實我的工作叫做 一體倡導 那尤其是針對 戲裡面的部分 那我每年也會針對 像 雨中或者是小明 這樣子的孩子 我會辦一個 青少女的一堆 跟戲裡面有關的 可是像今年 我就遇到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我進不去校園 不是我要進去辦活動 而是我只是要一個 訊息傳遞進去 我覺得那個校園 你們是關的 我以為 雨中和 場平是我們 台中 雖然是非常前面 很開放的學湖 但是 我必須要提示 今天的錄 對不對 我還是老實講 其實我在三年前 我們就很積極的 拜訪小明中 那就是剛剛那個 我們今天的主持人的 感覺的一個同學 他有講到 那個確定我們 在校長室裡面 就是關了一個小時 就是有點 辦教育 被教育說 他們的立場是什麼 那我很好奇的是 台灣的教育生態 為什麼會對性別 這麼不友善之外 我想問一下 在座的各位 有沒有什麼可以解套的方式 就是不管你是身在 學校的老師也好 或者是說 你們是NPO組織的工作者也好 有沒有什麼解套的方式 因為像我今年 我就做了兩件事情 我就直接打電話去 女中說 我要去裡面辦一個說明會 然後老師也很 就是接下老師也很熱心 來幫我把訊息PO下去 可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沒有一個學生跟妳報名 因為他 我今天其實來 我有故意問了幾個 穿一個想去制服的孩子說 你們知道這個訊息嗎 那孩子是有講到說 他們其實不去看 那個學護處提供的訊息 然後後來呢 那我的做法就是 後來那老師也很好 他說要不然你在某一堂 來我們社團的活動 那個走廊上擺盤好了 但我很好奇是 為什麼我們都要用這種 很隱為的方式來講性別 或是我們要用那種很 很專來專去的方式講性別 為什麼沒有辦法說 我今天要講一個性別的議題 或是我今天其實 就要講青少女權利啊 那我不太清楚 為什麼校門要開這個門 是非常困難的 我想說 這個我想要就是跟在座的大家 做一些討論 這個我要回答嗎 我覺得很低的現況 就是在女中可能都有共同的問題 就是現在那個活動訊息有點暴躁 然後還有就是我覺得可能是一個窗口 或許除了活動的形式之外 如果可以像課堂上去結合 或許可以談得更深入 我覺得這個也是另外一種方式 對 因為我有看到你們的DM 在學教室的桌面上 對 但是因為 就我的觀察就是大概每次班櫃上面 放的那個DM量是蠻驚人的 然後宣討的東西其實都有唸下去 但其實我覺得那個不是口耳相傳 就是不是像今天同學那樣說 因為我朋友介紹我來 所以我就今天跟他來 我說是你都說是這個樣子 但是他只是一張紙的時候 或者是在訓集團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裏差 我覺得第一次是我們要進場 我也很好奇的是 學校怎麼去做系列的一種方式 學校對於在進行前 其實感受夠不夠飽 或者像講說 他真的覺得形狀很重要的話 不一定是要一起反作 學校在動作中 就是自己要裏做的 這是我們考慮的 我可以國好嗎 這邊 我想一下好不好 今天下午我被受邀到 新竹磐石中學 邊角 然後它是一個天主教學校 那天主教學校 其實校方的立場 應該不是說除了人的立場 至少有一部分的行政人員 對性別平等這個議題是有益的 然後他們就是這個禮拜是辦 跟性別平等的時候 那之前他們兩個 心靜的輔導老師 對 然後 因為他們先前是在那個北部學校 都覺得這個議題在北部學校是 很open的 沒有什麼不能談的 然後可是他在校內 不要請人來演講 然後一開始他們也就是在考慮要請誰 然後後來就正好看到我的新聞 然後他們有個那個就是幹事啊 資源啊是學生家長 就說那沒有為什麼不請曾老師 他們說一開始也 也想不到會請可以請得到 然後 然後跟他們在跟主任講的時候 就是主任其實是蠻猶豫的 然後 不過後來跟校長講的時候 校長的態度幫我開檔 然後 所以最後經過幾番的波子 就是終於一個半程了 還有其他的一些那個 活動海報比賽 書籤比賽等等 然後 這個禮拜一禮拜二的學校段稿啊 他們請那個是音樂平等學會的 就是派老師來幫那個老師上 那總算 就對他們來講 這個活動算是那個圓滿達成了 那 一般來講 教會學校 尤其是那個天主教 基督教的學校的立場或傾向是保守 然後 比較反對 然後像福人大學也是 福人大學先前 兩禮拜前他們學生的舉辦 舉辦那個 就是校園內的跨性別學生的講座 那就我很想要了解 古大的跨性別學生的基金 就當天出席的跨性別人士都不是福大的 由福大的學生去 不是跨性別人 但是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然後事後我跟學生聊啊 就是他們校方的態度就是保守會打壓 導致他們學校的跨性別人不敢出面 然後 新竹還有另外一所那個天主教學校 就是曙光女中 那比盆石更高手 那所以剛剛講推動這一個 我可能校方行政人員不會主動幫你 就是學校要有老師有那個 撒劑有那個 廣大敢去做喔 就是 敢去推動 然後 這樣子才有辦法爬進去 剛剛那個 講到那個去找那個 女中部老師那個學生還在 我上個禮拜四去女中練習的時候 跟女學校的生活老師 陳一山老師聊天啊 就我問他這個問題 他是說 他覺得啦 他覺得如果是出現在他們學校的話 應該也可以接受 那我不曉得是會怎樣 也許你可以去試探一下 跟他從生物學的角度去考慮那個問題 看他的態度如何 如果真的是像他所講的那樣子的話 如果你就去找他就好 你就去找不到老師 那我幫你回頭做什麼 那我問老師有沒有要接人再說 到話 那個當然只能用講笑話好了 因為我就 那時候禮拜二信我來 我們辦公室有開幾集會議 我們就在那天辦公室 我就傳來給我的同事們 說明天早上八點半到 我們先開一個 那個面對家長媒體 那個家長的那個諮詢 那個SOP回應 我說第一個 那個打不完口 罵不完走那一種 那等了半天都沒辦通電話 那直到禮拜三就有電話 喔那第一通話真的是 看來就是那個prology職業的這樣子 趴他就一直罵 你們學校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你們教育都交給你們這些人 我們這個國家還有希望嗎 他就一直講 那當然知道就覺得說 他打電話來不是來溝通的 就是有情緒要宣洩 這時候那個 葡萄老師的gate 馬上就要出來 這時候我們不要爭辯啦 就是情緒上宣洩很重要 你就只能愛打 對對對 他就越講越激動越講越激動 然後後來就講說 你們知道你們到底要搞出多少 對不起我這樣講當然不好 可是我覺得因為他的用語嘛 我就講回他說 你們這樣到底要搞出多少個政潔 你們才會甘心 就這樣 然後他說你們要 他一直講同志 學校在推同志教育 同志教育推成這樣 你們還給我推那個什麼便系 你們會不會太過分了 你們到底要搞出多少個政潔怎樣 就一直講 我就一直在講政潔這件事情 就跟他講 那我就聽到後來就有點忍不住 但是還是要耐著性子 我就說 你之後媽媽 可是政潔也是異性戀的家庭 你不要說我才是政潔 你不要看政潔 你不要說他自己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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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要講笑話而已 我只是要講笑話而已 好前面講笑話 我們在那邊陳上面講到 裡面實際上 我有教過女中 也有教過男女 有教過大奧再來一種這樣子 那我只是先講一下我在華臉魔女中 教過書這樣 然後那我覺得我的經驗 確實是我覺得女中和義中 我的社會登場的想像 其實就是投射我們對男性跟女性的想像 那以前我在華臉魔女中 公立女中教書的是 可是經驗就是他包括兒 你一直到這個學校 他就不斷告誡你 你會學會沒有好分寸 學會拿脖子給你喝 你要不要拒絕 那學人如果跟你開玩笑拍來拍去 你要立刻制止他 說不行 然後就是如果學生要跟你借東西 你要不要說 欸 旁邊有老師 你要找導師一下 那實際上我覺得 他某個部分是訓練女校 就是我覺得某個程度到現在 喔 那我不曉得小女跟女中 比如說我在華臉魔女中 今天我覺得 某一種訓練也穩妙光姐一樣 那我覺得對於私領域 例如說女生身體 她可以開去拉拉拉去 她是允許的 所以我覺得雷斯品 可以在這裡面透渡 但是我覺得如果 當他把它拉到一個公領域的層面 我覺得確實在一中這樣的男校 他比較有空間 比較有拉的進來 那當然我覺得也要看到 就是說一體他如果被模糊的話 因為我覺得 在學校心理教育上 學校的策略 因為就是俄立五 我剛到就是一中第一 所以我就傻傻就辦了三部紀錄品 那他分別是那個 那個前陣子那個 那個 我也不知道自己聽到 那個 地步是那個 地步是那個 之前那個人本在推的那個 三個 三個 不是很差 那個第三個就是 被上述的死型段 叫什麼 這個 書經有命案 書經有命案 對 第一個是書經有命案 第二個就是那個 書經有命案 還有當時 反高學費 還有罷工 然後因為學校 他在辨識部分 就是只有看得懂 書經有命案 所以結果 那個已經一放 就被約談 當時 就被約談 然後結果後來 我就覺得 怪怪的這樣 後來兩部份 因為他不認識那個議題 就這樣 然後就很safe 那實際上我覺得 最安全的是罷工 就是說當時 他就是在法國 當時韓國有很多 派遣的那個 員工 然後他們就反派遣 然後我就 反而就覺得說 有時候推運動 其實是要有點策略 因為如果太直接去打 然後你打給大家 所認識一點 那再加上就是 我覺得現在學校都是 我們有教 性別教育了 所以 實際上 那樣子 那所以我會覺得是說 實際上 那當然我覺得 就是說他必須要更有策略 所以就是說 包括學生 包括老師 因為我舉的例子又說 上個月就是 我需要某同事社團 結果我很熱情 幫我站進去社團裡面 然後全部裡面就爆炸 因為那就是說 為什麼跑一個老師 那當然這中間 有個興奮多問題 就是說 你會不會告訴我爸爸媽媽 或是你是什麼樣的態度 你會不會來教化我 因為他的 他的學習經驗裡面 就是師長輩的人 就是要來教化他 這樣子 那我會覺得是說 有時候有一些議題 他不見得是可以談 而是說 到底有沒有那個空間出來 我們雙方有在這個平台上面 有一起努力的空間 那當然我覺得 這中間會有個情況 就是例如說 我相信你來一同白灘 就是你來不來 可是 就有一個情況就是 可能不會有人報名 也是不會有人報名 這樣子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 一個情況是說 第一個在心學主義底下 在高中會不會有推 那第二個就是說 真正的 在這塊 可以打出性別的 這一塊 最低限的人 我覺得有時候 他必須要能夠連結 就是必須要能夠創演 因為如果 老師 學生 和性別一體三個 直接沒有一個平台 能夠進行連結 我覺得就是散彈 而且當然會變成是說 例如說 高嘉一老師可能今天很願意 那他命名可能 機修流體 他不見了 可能這個訊息就不見了 這樣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這個部分 那有時候當然就是 進行的這個 性別資源 的打破這個空間 他也可能隨時歸零 可是我必須認為 就是說 尤其現在常在 我覺得很容易就是說 在談性別 性認同 有時候甚至會 不小心被扣到性騷擾 這個議題就立刻死掉 那我會覺得 這中間很不容易的經營 那尤其我覺得 包括說有一些 尺度上的差別 比如說如果這個營地 包括這個營地 稍微再談到一點性 那我覺得那就會更難 在我印象中的那個女裝裡面 我覺得她是非常困難的 對 我的個人的情願是這樣的 那但是我覺得反而 有時候談女同事 或是談 身體接觸 反而我覺得 在女裝還是比較簡單 因為她很不出發到這個機器 而且她非常喜歡 就是說這個社會的女性 就是柔柔弱 弱手他腳這樣 但是如果你要在機業中 就是說 欸每個都是提挂的 提提那可能就兩套了 就是說 怎麼會做這個打扮 那我會覺得是說 可能在這裡面 是必須要更有策略 然後要學長帶學弟 學姐帶學妹這樣 我覺得可能會學長是女弄 她是女弄 比較遠著 比較長期的戰線是可以拉 對 這是我的 那你怎麼會覺得學校 有什麼東西 我覺得她就是 我覺得她就是 國家機器的社會統治 對 我的簡單也就是 一個社會學的概念 那我覺得就是說 今天一個社會統治 當然她會有不同的層面 那非常細緻的地方 那尤其是現在就是 我好像可以一個平台 學校有這麼多菜 那你為什麼還不滿足呢 是不是連學校 會辦個社會營 辦個什麼營隊 欸我們都湊齊了 那你何必需要在這裡 就是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是必須要 藏起在 一個國家想像的 那個 包括她對於 什麼健康教育啊 什麼性格教育啊 什麼品德教育 她這些的辦法 撐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有時候 她的風險不見得 那麼容易能夠進去 就是那面對這樣 其實我相信 在你們的孩子 都知道自己是在國家 其實你們應該說的是什麼 你們怎麼回應 還是這樣子 我真的要講 我覺得一種的空間是比較大的 確實空間比較大 因為我覺得就是 就是包括說 例如說 聽說台東某女眾 就是晚上社團就關了 那我一早就像夜市一樣 就是到九點 那可能有時候鐵門拿下來 裡面還繼續活動這樣子 那我會覺得就是 某個程度讓你就是說 我這個是對於 男性女性的 身體安全健康的想像這樣 就是說 男性好像十一點出去 就是安全的 然後女性好像九點出去 到外面在旁邊沒有吃 就是當然客觀上 它可能是危險的 我不需要講 但是我覺得可能身體 或是那種安全的想像 是不斷被建構 是危險的 就是說你敢半夜兩點出去 慢跑看看 你就是發生這個事 你就是 那當然我覺得客觀上 肯睡自然也真的滿差的 我也沒有要鼓勵 立刻這樣 但是我會覺得說 那種有一種對空間的想像 那包括女性就是要 我覺得是比較被建構成是像 寵物籃 保護籃 被保護 我個人是比較 這樣認為 然後再加上就是 我覺得 我們台中還是鄉民社會 我覺得可能有一些策略和 戰線上 我覺得需要他們再拉 我覺得可能 不需要再細緻 而且可能不同學校之間 他的路線是比較不一樣 尤其是 我知道說有一些 我跟吳小姐 某私底女中 還不會再考慮 因為我覺得我那個時代 是用那個過時不過時這件事來判斷 而且就是說過時一個拳頭 那不是日本的不良少人 那時在那個 日本漫畫不良少人 舉得到很長 你不曉得 那時我看到這種漫畫 之後覺得有點好心 就是我的理解 是這樣子 好的 扣回來 等一下我負責 時間關係好像沒有辦法 再開放第三樓 再一個嗎 後面這邊嗎 我已經取很久了 取很久 那我先處理這邊的問題 然後就這裡跟這邊 好不好意思 老師我想到的是 主透比較遠的地方 例如說你剛才說 林國華那個部分 像現在都是掌聲在支持 那等一下結束 你回去一個人 你喜歡 你怎麼面對 那還有你說有 要靠藥物在控制 那是不是你要練習檢驗 甚至不用 因為這個以後你可以幫助很多人 我其實也看著林國華 他變性很開心 可是那時候你講到一個重點 你要有一個經濟能力 不管你 我實在不懂那個什麼名詞 你一定要有經濟能力 可以讓你自己活下去 那才能力跟投手 對 你沒有那個經濟能力 你沒有辦法去做你想做的地方 然後就像你跟你媽媽之間的那個對決 其實這件事情就像有時間 有一天他先走一步的時候 你就想怎樣都可以 那在這之前有這些若干人 我覺得你有你的使命在 你可能要幫助一群 未來很開心變得性 可是會怎麼活好 你沒有辦法再出現 不能讓他再出現 其實那時候我們很支持他的 然後中部卿也對他很好 也安排工作給他 但是他真的是sing away 對 然後一定要減 我覺得一定要降低那個要量 然後我記得有一個聲音他說 當你有一點點活不下去的時候 你要到人最後的地方是賣剛好 然後你要有一群粉絲團在支持你 還有剛才那個老師 你說你擋不進去校園 你可以用粉絲團的力量嗎 就像我今天會來這裡是因為叮咚 七點半有一個活動 那我跟你講活動很多真的會忘記 對那就加油 好OK 我講完了 老師你要為未來很多的人 讓他們可以活得很精彩 老師加油 謝謝 謝謝 其實一定過發的問題喔 他已經是到了一個 就是屬於精神疾病的程度 嗯 所以那我 藥是可以不吃的 我其實 如果跟醫生講說 我不想吃 他就不會這樣 那你的藥能回來不吃嗎 沒有啦 就是 其實我也想就是說 又本身天生就我比較容易 緊張啦 就可能如果能夠就是這樣 讓這種緊張的感覺 減少一下也好 然後 這樣子的話如果我還是想要做 原來想要做的事的話 好 那就表示說 這不是因為情緒的困擾所造成的 嗯 這樣了解嗎 好 那所以呢就是 如果學生碰到這個 也是要先 先看看就是他的情緒上面 精神上面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 有沒有什麼情緒的困擾 這個要先解決 那這個解決之後的話 喔 才能夠談他適應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嗯 如果是青少年的話 同儕的認同很重要 好 如果他旁邊的朋友不能支持的話 他一定要把體重起來啦 嗯 然後 然後 像不久前的話 就是我新聞出來之後不久 就有一個馬來西亞的華僑 就透過那個 那個Messenger FB的Messenger 在做目標 馬來西亞的環境更不友善 嗯 然後他的旁邊的朋友 就是他現在打扮就是有點中性 他可能原來的容貌就是比較女性化 就常會 有時候就會受到他的那個 朋友的嘲笑 嗯 所以朋友的觀點對他而言很重要 那所以他是完全根本不能公開 嗯 所以我就跟他講 好 那你就繼續維持中性的裝扮 好 那你如果想要穿女裝 就到一個你不認識的地方 好 就是比如說去去逛街或什麼的時候 好 再去打扮 然後先 追求自己的自信 然後在經濟上能夠獨立 好 那經濟上能夠獨立的時候 你將會有機會可以轉換 到一個比較友善的環境 好 那這樣子才能夠 就實現你的願望 嗯 那經濟能夠獨立之後 有自信之後 好 那之後適應狀況才會比較好 好 好 那 嗯 嗯 不知道林博發也許把他就是 後來適應不能怪罪於台灣 於變形 那但也有 也有朋友最近在吵的那個 就是免手術患症 有些人就是 因為他的生理跟心理不一致啊 好 那他覺得說他要當他的身分證 跟他的那個心理性別一致 他認為這樣子就可以解決 他所命令到的問題 求職啊 或是在外面上廁所的問題 可是從林博發的意思來看 真的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嗎 好 那 那 那也有人 歸罪於說好 把求職不順全部都不會對在 就是那個 掛性別或變性上面 好 也許有 有人 就是工作碰壁 求職碰壁 是受到有人的性 有某些人的性別歧視 好 是有這種狀況 可是也有部分的原因是可能 是他自己的心態的問題 也就不是百分之一百 是因為別人的歧視 好 所造成的 那 所以呢就是 我覺得就是說 你可能在必要的時候就需要 想想自己 好 那麼 就是為什麼會求職不受 那當然也有跨性別的朋友 他很順利啊 那也碰到就是對他很友善的老闆 所以他現在過得很好 好 然後他 雖然很想當女生 不過 他倒沒有想到就是動手出的事 他是個人的選擇 好 所以 嗯 好 那所以就是大家 就是因為現在的人能夠取得到的資源 會比較多 如果是有這方面的就是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可以尋求這些社團啊 或者是臉書的社群的一些資源 那你多方去跟人家了解 認識這些其他的人的話 你的想法可能會比較周全 嗯 好 那王老師有要再講說嗎 那因為時間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那我們請各位再度用掌聲 謝謝 然後謝謝今天三位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有幾分鐘的時間 可以就是大家還是可以各自在聊一下 那我們會宣傳一下 下個禮拜 然後哲午的一個講座 好 麻煩大家再給我們一分鐘 就是我們下禮拜的哲午呢 要談人類學的研究和寫作 也就是說人類學者呢 他們在專門為各個世界上各個角落的人群寫故事 那他們如何從研究 然後到寫迷途誌 然後到最後出版書籍 讓大家可以了解這個故事 就是大概整個這樣的內容 那如果大家對人類學 對體理調查 對迷途誌有興趣的話 歡迎下禮拜 就是同樣就是同一時間 然後來支持我們哲午 然後最後最後呢 這邊有那個出版社提供給我們哲午 一賣的冤與人生 一本250塊 那大家可以放到我們這個益柱箱裡面 或者是說大家回去啊 身上有一點零錢 覺得很重的話 可以丟到這個益柱箱裡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